所以阿公我們 因為面對的是法官 所以我們要講話要有邏輯 我們就用邏輯來想 那你剛剛講的嘛 同樣的案子 那為什麼有兩種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會懷疑 而且判死也是兩公約 不判死也是兩公約 兩公約怎麼這麼好用啊 有的都知道你說的 這東西就變成... 伯爹你要判死你就這樣死了 你不要判死你也這樣死了 兩公約可以這樣死也可以這樣死 都在開心 所以我們講話一定要實在 所以我們如果像你剛剛講 同樣的案子我們一起來比 好不好 這個案子是不是母女兩個人 那我們一樣從歷史上去找 是不是也只有母女兩個人的案子 我跟你講 我想到一個小港的那個案子 休閃那時候也一樣 這是黃林凱 他殺了母女兩個人 小港那個是蔡詠卿 一個連結車司機 也殺了母女兩個人 好就是畫面上這個案子 對 你看剛剛... 司機縱火殺母女啊 十六刀 那這個黃... 之前黃林凱他是用童軍繩 把他那個母女絞死 他只因為多少二十萬塊嘛 因為女朋友分手的時候 要拖二十萬 然後呢這個案子 這個縱火這個案子 是為了拖多少 一塊薪水 只為了一個月的薪水 他用什麼 他用刀子 砍了十六刀 是不是兩個... 是中間的過程一模一樣 然後為了什麼 為了甘情跟錢 這個要為了什麼 為了感情跟錢 我們是不是合理都懷疑都一樣 那這個地方呢 另外他還有什麼 就這兩個案子都是殺兩個人 邏輯都很像嘛 都是殺母女 都是情殺加財殺 都一樣 所以我們用邏輯來分 那他有沒有... 最無可犯用 他說什麼 他... 那最後還用那個分手 還要再跟你來一下 有沒有 這一個呢 高雄這個小港案子 他把它殺完之後 再縱火 整個社區要全部都給你去了 所以這樣子呢 是不是也求其生而不可得 兩個都求其生而不可得 結果這個死刑 這個不去死刑 這個小港案子無其... 無其突刑 因為他還有一絲的人性 這幾個你都在你身上的嘛 所有案子一模一樣 有沒有人性 有沒有儀器可以測 有儀器 來 像聊學要 我們扭一下 這個有人性 這個沒有人性 還是用偷來... 都知道我跟誰的啊 還是用偷來偷 這不知道嘛 所以我們合理懷疑 你看起來是都沒有人性啦 以我來看 法官決定你有沒有人性 所以我們在想說 你這回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所以很多人會想什麼 你是不是跟你民調有關 是不是民調的ATM 是不是嘛 那... 那我們又調出了歷史的這些東西 但我說實在 以我個人的想法啦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代表 我是覺得 大快人心 對嘛 我們就應該讓他死 問題是標準是什麼 對 我們在這邊也是反廢死 那也該這些人魔該要處決要處決 可是你不能把它拿來政治操作 或者是你有什麼利用 這是人命是條嘛 那... 我覺得喔 除了... 我自己想法啦 這外面有另外一個聲音就是 會不會因為最近要進行的私改會 那有沒有那個... 另外我覺得就是人家講的民調 阿官你看 我們就把... 歷史上的 為了... 把死球當作民調的... 那個... 提款金 有哪些案子 你要記得那時候王清風 為了不判死 結果呢 大家都起到要死 整個馬英九第一次 除了巴巴水在外 民調掉最兇就那一次 王清風我就是不要判死 Why 不是要怎麼樣 後來換了曾永夫上來 後來才開始陸續有處決人犯 可是呢 他把你算的實機都很剛好 因為第一 曾永夫上來 那時候整個2006年到2009年 就是你上面 我們看的上面也有那個表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也可以看上面 這整個2011到2009年到2010年都沒有 但是呢 2009到2010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那時候民調第三次掉下來 就是吳玉生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如果只有一次 你說 大家民調低 就破死刑 不然執行死刑 這樣不客觀 這樣不客觀 如果再六次 是不是真的就有這樣的邏輯 好我們來看2009年11月 立委吳玉生遭踢爆婚外情 引發輿論嘲諷不決 聲望重挫 之後呢 在2010年的2月 吳玉生還在立法院直覺的時候 他自己喔 要求處決當時的44名死刑 他自己去抓狗體 然後我們來看2010年4月AQFA爭議 2010年4月30號 法務部長曾永夫處決了4名死刑 2011年的12月 江國慶案紛紛擾擾冤死案 引起很大的民怨 2011年的3月4號 法務部長曾永夫處決了5名死刑 所以你看 大家是民怨高漲的時候 就抓人來抓狗體 我覺得你死刑就死刑 總總好這件 創意文的民怨也沒辦法 也沒辦法啊 非常賣 你這時候拿這個東西出來 我們也懷疑嘛 因為之前你質疑過人家這一整張錶 那你現在如果也是 你是對這樣做 那我們也是合理懷疑 是不是你也是這樣做 那其實有沒有 有沒有這些真的是看死球 我想死球已經不管他做不中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改給你死 我今天就給你死 我改給你換就換 我給你換 兩個字 政治 我還會死 我還會死 我還會死的你 那這次刑死你應該覺得拍拍手啊 很安逸啊 我雖然覺得 終於正義得到最方啊 我每個懷疑 死一個人要請殺一個人 我自己懷疑 我才會懷疑 我講得實在 這命一人都是小名 我都尊重 我本母的所在就是說 因為 吉他比到洋中的 那為什麼都沒有刑死 這是第一點 譬如說 包括一個台詩 台詩一個老闆 一個 螺絲起子 殺了一百二十下 法官說 他情有可言 我不知道說 殺一百二十下 他說沒有說 要讓他死的企圖 我希望法官 給他賭一個人 不用賭一百二十個 看法官敢不敢 好 正義 其實現在很多世界的苦勢 就是沒有在死刑 所以這個判決 當然 我知道我們社會 八成差不多七成是 暫時有死刑 但是這個沒有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一個 法律制度 很嚴重 因為我判決十幾個國家 我去看 我們整個法律的制度 修法制度 尤其是 我們的設計 是用清調 那個時代的制度 所以你不論是 判死刑 還是沒有判死刑 大家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制度 但是這個人有罪嗎 這個人沒有罪啊 為什麼我們可以 判斷一個無故的人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不是 現在我們要漢堡一個 這是法官專業度不準 現在再來就是說 你要確保 每個法官專業度都要同 所以這就是 你們要去推動 改革的地方 現在這個案件 這個黃先生這個案件 黃林凱 之前最高反應 我覺得 他覺得有點問題 他要發揮 現在最高反應 沒有問題 又把他判死刑 明明一個 最高反應 是那兩個標準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面對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 誰可以 決定一個人 改死不改死 我跟大家報告 我辦公室 我辦公室 我辦公室23年 很多殺人犯 是因為他覺得說 他去 帶一個人 他有正義 你要知道很多人 犯罪的人 他自己覺得 他的正義感 所以 你一直 怎麼會拿那種 以前犯的正義感 然後殺人 來展開幹嘛 你一直覺得 你有正義感 你一直覺得 你有正義感 你一直覺得 你有正義感 哪一個 哪一個殺人犯的正義感 然後來 合理化一條人命 這個是這個 我處理很多案件 我真正 你二十三年 會跑十八年 你看 大家敲一敲 不要再說 你凶殺的案子 幫派你們說什麼話 不要打臭的話 大家都理性辯論 幫派 你已經用不理性的邏輯 來討論這件事情 你這樣我用理性跟你辯論 那不就是律師的傲慢嗎 我又舉一個例子 水電 我們看水電 水電進行 我們是一個政治狂熱分子 他去一個小島 去屠殺一些青年營 六七十人 水電進行怎麼對待這個 這個返郎 這個畢告 他馬上給他探訓 我感覺說 我們上天有浩天之德 就是規定說 你就是不能探人 但是你覺得 你說的重點 所以就是不能探人 政府就可以探人 我支持你這點 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說這麼好的 你看西特勒時代 太幾百萬 這個 這個猶太人 他覺得他可以殺人 他政府可以殺人 你這個邏輯 成立大家都很危險 你把民主 戰爭 變到我們每個人 人跟人之間的信任 這個是不同天秤的 很多人都覺得 你看 你覺得很有正義感 我跟你講 有一些 你是用天秤來討論事情 才是最危險的 不是用歷史 來駕舉我們的武術 所以說 所以說 你看 歐盟五十幾個國家 哪有死刑 大家都知道 歐盟在歐盟 全世界 全能力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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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死刑也是長期不執行 破死也有人嗎 也是長期不執行 沒有破死也有人嗎 這是世界的趨勢 台灣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個無期徒刑制度 這是這樣人要改冠 有一個人這樣人很壞 這個要贏這個黃先生 我覺得這個事情糟糕 這個是很糟糕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 應該是疏愛者家屬 無期徒刑 還是說我們疏愛者家屬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無期徒刑 20年就可以綁船 這就是一個問題 好 廢死跟反廢死 永遠爭論不休